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赶快来关心一下海魁台风的最新动态 海魁台风从昨天登陆了台东东河之后 以非常快的速度中心就出海了 从高雄这边出海了 不过他出海之后 其实还在台南跟高雄一带 还要呈现滞留打转的现象 所以到了今天早上 才开始移动他的脚步 逐渐的远离台湾 所以预计在礼拜二明天 还是他逐渐远离的过程当中 所以预计在礼拜二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些外围环流的影响 各地天气状况还是不太稳定 那么要等到礼拜三 其实它减落成为热带性地气压之后 对我们的影响才会明显的减小 但是还是提醒大家 礼拜三到礼拜五 整个大环境还是受到低压带笼罩的影响 还是相当的不稳定 特别要注意的是午后雷震雨的状况 有机会出现比较大范围 大规模的午后雷震雨 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告诉大家 灾后复根的一些懒人包 首先是种植瓜类的农友们 提醒大家最近的风雨真的是相当的大 要记得种植健康的种苗 那么另外种植果树的农友们 那么在东半部地区以及南台湾 其实风势都是相当的大 所以要加强落果枝条的清除 固定相关的设施枝条以及果实了 那么种植叶菜的农友们 最近其实大雨过后提醒大家 接下来这几天阳光就会逐渐露脸了 所以要预防烈日的曝晒最好是挂上遮光网 那么两天之后也要确保它是不是有成活 那么另外也要记得血盘移植缩短灾培期了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天气 主要就是海溃台风逐渐的远离台湾了 虽然说远离台湾 但是因为它的外围环流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预计在礼拜二东半部地区南台湾 还是有一些降雨的状况 中部以北地区天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也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几天 台湾附近还是位在一个比较大的低压带的范围之内 带来比较不稳定的大气条件 同时台湾附近水气也是相当的多的 所以接下来这几天恐怕都还是会有一些短阵震雨 甚至是午后雷震雨的状况 提醒大家务必要多加留意了 来看一下接下来这几天礼拜二 东半部地区南部地区有一些降雨 中部以北地区也有一些午后雷震雨 礼拜三礼拜四各地的午后雷震雨 还是相当的旺盛 所以从接下来的降雨分布图可以看到 礼拜二主要是东半部地区 南台湾有一些迎风陵的短阵震雨 中部以北地区会有一些午后震雨 礼拜三之后就是以午后震雨为主的天气形态了 不稳定的天气恐怕还会持续好几天 提醒大家务必要趁着 上半天没有下雨的时候 赶快进行相关的亲缘工作 那接下来关心一下台湾景海的风力跟浪况 预计平均风都是来到了5到6级 5到7级左右 那么浪况都是来到大浪的等级 那么阵风的部分也是来到8到10级的阵风 其实风势在礼拜二都还是相当的大的 那么在离岛地区平均风也是来到了5到8级左右 阵风甚至有机会来到11、2级的强阵风 特别是在金门海面澎湖海面阵风都还有11级到12级左右 所以提醒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们还是要多加留意了 接下来关心一下这个潮汐的部分 预计在礼拜二的新竹县竹北市台中市的武器区是适逢大潮的 那么在宜兰县投城镇花莲县花莲市台中县的成功镇 以及台南市的江军区则是来到中潮 基楼市的中山区屏东县的横春镇来到小潮 再提醒大家留意我们画面上面的满潮时间 那么离岛地区除了在台东县的蓝宇乡是来到中潮之外 连江县的南甘乡金门县金湖镇 澎湖县马公市则是来到大潮 再提醒大家最近的风浪还是相当的大 要多加注意我们的满潮时间了 好那么在气温的部分预计接下来这几天 温度会逐步的回升 北部地区的高温在礼拜二是来到了30度到31度左右 那么中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也是一样的 来到30度到32度左右的高温 那么接下来这一周呢 刚刚提到了温度会逐步的回升 北部地区在礼拜四之后 高温就会来到33度到34度左右了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则是维持31度左右的高温 依旧是比较潮湿跟闷热 大家从事农事活动 亲缘工作也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吧 我们下次见